大家好,iPhone 7 已經發佈了 對一些科技迷來說,都是一種很開心的事 但有些科技迷覺得今次的 iPhone 7 驚喜險峰 每樣東西都有少少改良 我們一齊看看 首先,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Apple 的網頁 這部 iPhone 7 是大機版 7 Plus 第一樣東西最不同的就是雙鏡頭 這個雙鏡頭其實跟其他品牌的雙鏡頭有些不同 舉例,有什麼雙鏡頭呢? 第一樣就是最近華為有一部 P9 Plus 雙鏡頭 Leica 影像牛,一個黑白鏡頭,一個彩色鏡頭 再把影像合起來,改善的影像質素 LG V10 自拍位置有雙鏡頭 G5 也有雙鏡頭 接下來將會推出的 V10 也有雙鏡頭 LG 的雙鏡頭 主要是一個普通的鏡頭,加一個 wide-angle的鏡頭 這種雙鏡頭其實就令到 如果想拍攝比較 wide 的畫面,可以使用 wide-angle 普通的鏡頭可以使用普通的鏡頭 來回這次 iPhone 7 這個雙鏡頭 原來有些類似 LG 的雙鏡頭 原來就是一個普通鏡頭 加一個可以 zoom 遠的鏡頭 當然,這個 zoom 是固定的位置 好處是什麼呢? 原來拍攝遠的鏡頭 就會比較乾淨 因為鏡頭本身就是拍攝遠的鏡頭 來到這裡 這裡的賣點是什麼呢? 多了兩隻新顏色 一隻就是黑色磨砂面 就像當年 Intel 的 Macbook 黑色那一部 都蠻型的,而且不會貼紙紋 另外,就是一隻鋼琴面的黑色 一開賣,就沒有貨 就是亮黑色的 反而其他那幾隻都還有貨 到這一刻都還有貨 這個亮黑色就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旁邊 就像當年,例如 iPhone 3G iPhone 3GS 那時 它們是黑色的,亮面的 都蠻漂亮的 不過很容易有紫毛 還有一件不同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天線 如果6s 或者6s Plus 或者之前6的那些 在上面打橫過 Mega 可轉向那邊 所以我個人喜好就是這隻 我都訂了這隻 媒體的地方 這樣可以看到 那麼再落 這次 03G 原來的這個細機 iPhone 7 的細機 單鏡頭 但是多了光學防手震 之前的6s 沒有 大機才有的 現在細機和大機也有光學防手震 另外,閃燈有四眼LED的閃燈 加上微光一點,但很多人都不用 不過當電筒用也好 另外,自拍鏡頭像素高了,變成七百萬像素 另外,相機的感應器也改良了 一連串拍照的質素也高了 這次的螢幕,據聞它也轉了一個比較寬廣的色域 理論上,照片可以更漂亮,更自然 類似9.7 吋 iPad Pro 的螢幕 電池方面,今次用了A10 Chipser 是一個四核心的處理器 原來裡面有兩個高效能的核心 另外有兩個比較省電的核心 即是當做一些普通的文書 在電池方面,就用了兩個比較省電的核心 到你玩遊戲的時候,才用了兩個高效能的核心 於是電量上,就更耐用了些 然後另一種大的賣點 就是這個螢幕,今期變成了立體聲螢幕 是否在硬件上多了東西,應該也不是 它只是參考了最近的做法 例如HTC X 它用了一個聽筒位和底下的喇叭 來做立體聲的效果 其實不止的,華為的P9 Plus 也是在做這件事 另外,現在到iPhone也做了這件事 這邊的喇叭,聽筒位那個 其實就比較小聲一點 功率低一點 下面那個就大聲一點 不過當然 起碼你多一個喇叭在這邊 那麼,叫做好過沒有 另外呢 亦都提及一件事 今期,很慘地 就沒有了耳筒插 3.5mm的耳筒插 如果要插耳筒,那怎麼辦 就用它伸出耳機 插耳機 或者用它轉插的線 耳筒轉到普通耳筒 不過那條線就有異常的不靚仔 一部靚仔的iPhone 要扔著線,再扔著耳筒 其實你想都想到 喜歡漂亮的人 是絕對忍受不了這件事 還有,你之前買開有靚耳機的那些就慘了 不能插 要整個轉插,扔著 立刻就很不開心 要是用Apple那個 但Apple的音色其實是一般的 又或者用無線的那些 蘋果今期出了無線耳機 我們來看看這裏 這裏就是最新的一隻 蘋果的耳機 你看到的樣子 其實跟有線的那一隻 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是改了一點 但也有人覺得它是很隱碎 不知為何下面要做一條東西 突出 我個人去想 其實做這條東西 是有實際作用的 因為這條東西 最後的位置是麥克 兩邊都有 就是做這個 即是 燒噪 因為你講話的時候 如果麥克 都在這個位置 會很遠 第一樣 就是麥克 和你的口 隔得太遠 聲音收得不清 第二就是 有噪音的時候 會聽不到 那麼多一多支麥克 就有好處 因為兩支麥克 距離是有差異的 方向都有差異 所以它可以根據差異來計算 真正你的聲音是說什麼 環境聲音是說什麼 那原則上 今期的iPhone 第一天 預訂的時候 發現第一天 預訂完之後 一直都有貨 而這個中國大陸 就是長賣長有 包括了什麼 你去 預訂時間 去門市即買 或者你訂貨等送來 那些都是長賣長有 唯一比較 搶手的 就是這個 鋼琴黑 JACK BLACK 這一種領面的黑色 是最搶手的 訂貨的話 是訂到 四至六個禮拜 即是四至六個禮拜內 包你有貨 即是炒不炒得起 最起碼 應該要求一兩天安全的 之後那些很難說 可能 去到第三四天的日子 已經說 其他不是蘋果自己開了一些店 就開始可以賣 到時候沒得炒 跟去年6S一樣 其實我自己都是 即是第三天 真正有機的第三天 我自己在外面 就買到6S 所以大家 真的 不要炒 即是 你不是第一天拿到機 你千萬不要炒 當然炒了 本身也不太好 也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之後拿到機 可以和大家做開箱 做比較 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你當然也不太好 我們會想到 有些小的地方 你是不是有什麼 你不要炒 建議 我應該都不太好 你對 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